好熱的天就想吃冰 這種天氣為了要吃一碗小鼠聖品 板橋一家開業不到三個月的冰品店前 排滿朝聖人潮 因為這裡賣的冰 不是大家常吃的剉冰 而是有綿密口感入口即化的雪花冰 如果夏天你吃冰的話 我們就是如果單吃剉冰 吃完剉冰之後 那個腦袋會很冰 但是如果吃雪花冰這種的話 會不會覺得一次中間衝上來 感覺會慢慢吃會很享受那種感覺 幾位年輕人放棄醫療科技業 轉行賣雪花冰 選在板橋中校路開啟創業夢想 把心裡面想吃的夢幻冰品 做成真實的商品 其中這一款小丸子涼西瓜 先是用西瓜凍成的冰磚 打出細膩的冰 然後再加上一球一球 極速冷凍的西瓜球 淋上煉乳 還有加上冰淇淋和奇異果 光看就好消暑 最特別的是它的西瓜冰 就是它的西瓜冰 就是我以為 就是它那個西瓜一粒粒 我覺得它吃起來 很有西瓜的感覺 然後就是 看感覺來說 就是當天現做那個水果很新鮮 其實它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工作 對啊就是把西瓜切塊 結果把它冰起來 結果挖球就這個樣子 那實際上手續上面 就是沒有非常的繁複 但它也就是天然的東西 另外銷售率最好的 還有羽制金石 也就是微苦淡甜的抹茶口味雪花冰 搭上紅豆湯圓 還有裹上了抹茶紅豆卡斯達醬的千層派點綴 從吃第一口開始 就會讓人一口接一口停不下來 錯過這一款冰 抹茶控或是愛吃冰的朋友們 真的會對心肝啊 其實它上面那個千層 就是一口咬下去 就是你吃冰的同時不會覺得說很冰 吃上面的餅乾會覺得 有比較舒緩的感覺 年輕人創業 不僅做出有視覺系效果的冰品 而且還是自己想吃的夢幻雪花冰 所以必須親自備料 也因為如此 每天能販售的數量實在是有限 雖然要兼顧店面銷售和料理食材 卻也是忙得開心 讓大家能夠在炎熱的夏天當中 享受清涼消暑的雪花冰 數位天空新聞板橋報導